科伦敦的土字特别轻浮 而且如迹性非常的强 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 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小布什总统他以身说话特别快 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 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 我叫秦璐山 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 在我50岁的时候 非常开心地学会了游泳 之前其实一直想去 但是非常怕水 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 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新名词要不断地关注 因为你会用到 某个人用到了 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 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 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意 需要对文化的了解 历史的了解 专业的了解 翻译里边常常会说 意意不意字 中文说 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 但是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eggs in front of 鲁斑 什么意思 你拿着斧子干什么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 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 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 这个意思 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 意思就是说是不能搬门弄斧 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 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 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 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 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碰到的情况 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 这样就逼着你不断地要学习 不断地才能取得进步 我认识了几十年老百分之后 我认识了几十年老百分之后 他也会认识了几十年老百分之后 他也会认识了几十年老百分之后 他也认识了几十年老百分之后 压力很大 但是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是让你有成就感 到目前为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 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 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 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誉 Professor Luci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这是为翻译加特质的维权 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 大胖子的意思 工作之中也在学习 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 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 特别喜欢园艺 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 就会专门去了解 去看 去旅游的时候 侧重点也就跟别人不一样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 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 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 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三十多岁 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 不断更新 这样才能保持年轻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让世界更有温度 让世界更有温度 联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